歡迎收看地產站Weekly Talk 樓市已經逐步回暖 現在是否投資者入市的好時機 現在投資又有甚麼好選擇 今集請到資深投資者林一鳴 跟我們分享他的看法 Hello Eddie Hello 你認為現在是否投資者入市的好時機 其實尤其在2月6日開始通關之後 整體在樓市的投資氣氛 其實真的好了很多 除了有自住買樓 其實都看到有投資者 甚至有些國內人 很多有香港身份證的新香港人 都湧來買樓 所以你見到成交各方面 BFCD 其實都在這個時候有上升 今年或是初年都偏向比較好 因為最差的時間已經過了 例如去年也跌了15% 預計可能會反彈起碼一半 5-10%左右 現在可能還是一個升勢的開頭 所以如果投資的話 在這個時候也不錯 例如第二季或下半年 我相信趨勢都會上升 現在賣都算划算 而你所知 今年至今投資者傾向投資哪類物業呢 你說現在在蓋的三個月裡 主要升幅都是一些小價至中價的物業 因為始終印花稅那邊有少少調節 變成幾百萬 五六百萬 至八百九百萬 其實交少了稅 差不多四至六萬元左右 變成這些有機會可以借到八成九成 所以你見到市場上高 最多人去買的物業都是這樣的範圍 反而你說納米樓就真的很少了 而大價很大價 譬如幾千萬以上的豪宅 其實都是一些零升的個案 那幾百萬的那些會比較多 那樓價可不可以在今年第二季延續升幅 第一季的升幅不錯 平均大約5%左右 而第二季第三季 暫時看到的趨勢都是向上 你見到譬如業主他沒有怎樣還價 甚至他將叫價是提高的 而買家亦都開始追價 那你見到這些新盤 其實雖然很多這樣推出來 因為他買了少 但都買得不錯 所以我想二三季都會延續升幅 我估計全年大約可以拿到一成左右的升幅 估計未來今次美國加息幅度是多少 對樓市的衝擊有多大呢 就是之前大家都估計可能0.5% 但你看到直供銀行開始有些問題的時候 現在大家開始比較 估計他不敢再加息 因為再加 你可能會累到更加中小型的銀行 他有問題 所以第三季 不是第三 三月的話 我估計他可能都是加0.25% 或者五六月再加一次 那就真的完結了 亦都不會很進取地加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美國可能再加一次兩次 其實都差不多已經加完 而香港又不是很跟足 譬如上次都沒有跟 所以你看到就算三月 可能五月再加息的話 香港的P都可能到六里左右 不是太貪心的 所以市場上高的氣氛 其實對於加息恐懼的話 其實現在都少了很多 你認為投資者現在投資哪類資產最好 當然如果你看過樓價的話 它在跌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趨勢是上升的 所以如果純粹 你真的好想去投資物業的話 這個時候是好 去年 你說如果看回所有的投資產品 即樓現在收租大約平均 都是兩些領域到三厘都很厲害 當然你還有一些高息 例如一些耐肯股 我覺得現在都挺大 例如P是三四倍 息率可以是八厘或是以上 或者你更害怕的 你很安全做一些定期 有機會你都 之前四厘 現在都可能三厘 你都有機會做到的 所以如果你將幾樣東西 拍在一起的話 這些產品就可能贏了樓 多謝Eddie今天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今集時間看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